1月23号傍晚 杭州市临平区重贤派出所 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 电话那头 女子的语气十分着急 说自己的孩子被人带上了 一辆黑色轿车不见了 难道孩子是遭遇了绑架或者拐卖吗 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这个女士说儿子今年11岁 放寒假了 刚从老家来到杭州 当天晚上 母子俩一起出去买吃的 走着走着 郑女士就发现孩子不见了 在我所寻人工作 紧锣密鼓开展的同时 我所又接到一起报警 趁自己的烟酒店门口 有一名小男孩走失 找不到家人 确认了孩子的姓名与穿着 发现这个孩子 就是之前不见的男孩 民警立即找到了这家烟酒店 你有没有干做吃 没有 他自己走过来的是吧 对 他一直情绪很激动 也不是为了他不说就是哭 我也没招 他不要走 怕孩子一个人有危险 烟酒店老板也不放心让他走 问孩子要了家长电话 可是拨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 原来是一场乌龙 也幸亏遇上了好心人 孩子才有惊无险 你跟叔叔走 警察叔叔你妈在派厕所 不要怕 警察叔叔怕什么呢 他妈妈报警 他说被人拉走了在车子 妈妈也吓坏了 找到孩子后 民警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孩子妈妈 让他放心 你能上去吗 我就听那个白摊大叔叔说 被个车子给带走了 我就害怕他会到 我们这些事物自然没这么差 我现在这个事情也不太可能的 你下次不要乱跑什么下 姐 我一起回家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